张华信政府劳工处19日举办劳动法尊及时通说明会 说明劳动部订定的108年劳动条件落实法尊实施计划 地方将执行30人以下的法尊访式 并提供宣导及辅导 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开大门走大路的一个方式 我们会先行文给事业单位 告知事业单位说我们要来做劳动法令的一个辅导及宣导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提出来 这个完全是一个行政指导 不是一个劳动法令的执行 也会有公文的一个通知 所以请事业单位在这方面放心 那做一个了解这样 县府劳工处举办这场活动呢 让所有的事业单位跟业者可以知道我们的政策的拟定跟方向 我想有助于我们业者跟执行单位一个双向的沟通 我想一个政策落实这是最重要的 张华县政府针对30人以下的企业 预计执行1000场次以上的法尊访试 协助事业单位了解现行法令进行访试及体检 为事业单位量身打造工时安排等改善建议 同时为了提升企业对法令的认知 减少劳资争议 将在张华县分区域 以及工业区陆续开办劳动法令系列宣导会 全程免费欢迎有意愿参加者 到县府全球资讯网查询 工艺频道张华云张华采访报道